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若是陆毅和金夏不加班 两个人吃完晚饭后 通常都会去楼下散步 又或者在外面吃 吃完陆毅直接带着金夏去湖边溜带一圈 散散心 这不 这对小夫妻俩右手牵着手 四处撒狗粮呢 陆毅牵着金夏的小手 慢悠悠地走在湖边 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夜景 一边闲聊着 金夏看见前面有位美女牵着一条小狗 忍不住对陆毅道 陆毅 要不然我们也养个小狗吧 还能天天带着她出来散步 不用 我已经有了 陆毅很淡定地说道 家里有小狗 我怎么不知道 金夏一脸疑惑地看着陆毅 我家养得比较馋 吃得比较多 这不 吃饱了 还要天天出来散步 陆毅一边说着 一边养起了金夏的小手 金夏立刻明白了陆毅话中的意思 她怒气冲冲地看着陆毅 好你个陆毅 你说我 说完 她便放开了陆毅 开始模仿小狗的样子 上来咬陆毅 两个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疯闹起来 你怎么还咬人 陆毅无奈地道 你说我是小狗 我当然要咬人了 金夏得意洋洋地道 陆毅突然间拉过来金夏 将她的头夹在自己的胳膊下 任凭金夏如何扑腾 也动弹不得 陆毅 你放开我 金夏试图将自己的头拿出 还咬人不 陆毅问道 好了 好了 不咬了 金夏立刻求饶道 可是 当陆毅刚刚放开金夏后 金夏便立刻抓住陆毅的胳膊 咬了一口 随后便笑着跑开了 对着陆毅做了一个鬼脸 陆毅看了看金夏 观望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发现四下无人 便小跑追了上去 带追上金夏 立刻将她拥在怀中 狠狠地咬上了她的唇 唇舌交战 金夏败下阵来 带陆毅心满意足后 方才放开金夏 金夏娇羞得道 你属狗的呀 陆毅笑了笑 对她道 看你下次还敢捉弄人不 两个人就像热恋期的小情侣一般 继续沿着湖边散步 这样温馨的小时光 已经成为了两个人的小日常 本来陆毅也不是很喜欢运动的 可是 她担心 金夏整日在电脑前工作缺乏运动 影响身体健康 故而 一有时间 便拉着金夏出来散步 后来 两个人便养成了散步的习惯 貌似还挺好 婚姻中的爸和妈 今年的中秋节和十月一赶在了一起 按照法定假日能够放假八天 晚餐结束后 陆毅便对金夏道 金夏 今年的中秋节 接妈妈一起来过节吧 金夏一边收拾碗筷 一边道 我已经告诉过我妈了 可是她不愿意 她不想来这边 说是超市离不开人 中秋节是团圆节 将老人一个人留在老家不好 陆毅再一次提议道 我妈只熬得很 我有的时候都说服不了她 金夏委屈地道 妈不会是怕见到我爸 不想来吧 陆毅看着金夏 疑惑地道 她隐隐约约听见了 金夏和袁大娘的视频聊天 金夏告诉袁大娘 说是要去陆家一起过节后 袁大娘便立刻耸了 袁大娘可不想去陆家 总感觉自己像高攀人家似的 相比较于去那里受约束 她更喜欢在自己的小家 自由自在得多好 我估计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所以她不想来便不来吧 我们找个时间 回去看她就好了 金夏笑呵呵地道 她家老佛爷 别看平日里面咋渣呼呼的 其实内心还是胆怯得很 可能年轻的时候 遭遇过贫富差距 以至于对她影响太深 不愿意再体验当年的感受 可是金夏 我们双方家长迟早是要见面的 迟早是要面对的 婚姻不仅仅是我和你的事情 也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总不能双方家长 一直躲着不见面 有些事情 迟早要适应的 陆毅坚定地看着金夏 对她道 好了 我再和我妈妈说一下 看看她愿意来不 金夏无奈地道 若是妈实在不想来 那咱们就带着爸去回老家 也可以 你让老人家自己选择 之所以想让袁大娘过来杭州 主要是想让她好好放松一下 带她出去逛一逛 若是她不愿意 他们也是可以回去的 不过 陆腹这次表态了 必须要见亲家一面 具体在哪里见 都无所谓 让陆毅自行安排 到时候通知她一生便好 金夏无奈 只能再次和自家老佛爷商量 并且表明了陆家的态度 若是袁大娘不来杭州 那么他们便去老家 袁大娘不想让陆家的人 兴师动众去自己家 也不想金夏来回奔波劳累 她想着金夏的生日也快到了 那就还是自己来杭州 陪大家过节吧 金夏得到了袁大娘的首肯后 开心得不得了 不过 她也忍不住嘲讽自己老佛爷一番 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扭扭捏捏起来 陆家又不是龙堂虎穴 至于这样害怕吗 袁大娘瞪了一眼 自己那没心没肺的闺女 懒得搭理她 陆毅说得对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有些事情不可以避免 陆毅做事情喜欢循序渐进 从和金夏恋爱到结婚 到互相了解融合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陆毅的掌控之中 看似速度比较慢 但是一切却又恰到好处 例如 她不急地表白 因为她要让金夏慢慢接受她 慢慢接受恋爱的事情 例如 她不急地双方家长见面 因为她要让金夏慢慢地感受两个人的婚姻 让金夏慢慢适应婚姻生活 然而 让金夏适应一切后 她便要再一次适应两个家庭的组合 在婚姻之中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组合 只有当两个人 两个家都完美地结合 才能够持续长久的幸福 才能够避免很多矛盾 而这一切仿佛都在陆毅的掌控之下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